好 再来我们看第三题 他说啊 下表是台湾现行的电影分级规定 请依据下列各小题的说明 写出年龄的不等诗 第一个 爸爸的年龄是X岁 他可以看限制级的电影 我们来看 限制级是未满18岁不宜观赏 换句话说你要看限制级的电影 就必须要满18岁 所以我们就知道这个X 是为大于等于18岁 因为未满 他的颠倒过来就是满 满就是比18来的大 或者等于18 都是满18岁 因此我们知道爸爸的年龄就是X 大于等于18 再来第二题 弟弟的年龄是歪岁 妈妈带弟弟去看电影 只能看保护集的电影 那我们来看保护集在这里 他说未满6岁的儿童不宜观赏 换句话说不到6岁 连看都没得看 满了6岁以上 但是未满12岁的儿童 需要父母 师长或者成年亲友 陪伴观赏 那是妈妈带他去的 所以已经有父母陪同了嘛 所以我们就知道弟弟的年龄Y 应该是在6岁以上 但是未满12岁 未满12岁 所以不能等于12没有问题 所以我们就知道Y比12小 但是6岁以上6岁可不可以 6岁算不算6岁以上 在这里的以上是谈6岁 那么因此我们就知道6小于等于Y 小于12 换句话说他只要满了6岁 就可以去看了 所以就是6小于等于Y小于12 就是弟弟年龄的范围 再我们看第三题 妹妹的年龄是A岁 妈妈带她去电影院 因为只能看普遍级的影片 普遍级在哪里 一般观众可以欣赏 那什么叫一般观众 他没讲清楚嘛 不过我们重点要放在只能 什么叫做只能 只能就是其他这三个他都不能看 那其他这四个都不能看 未满18岁 所以不能看 未满15岁 所以不能看 未满12岁 所以不能看 未满6岁 所以不能看 那么因此我们就知道 这个条件里面 未满6岁是最强 什么叫最强 限制最严格 所以我就知道 妹妹的年龄A岁 一定不到6岁 因为她连保护级都不能看 她只能看普通级 那未满6岁代表A小于6 那这样答案对不对 当然不对 为什么 -1也小于6 有没有可能妹妹的年龄是-1岁 不可能 所以我们就知道年龄她一定会比0来的大 所以妹妹是0小于A 小于6 这么多岁 这就是她的年龄限制 接着我们来做一个动动脑 阿敏和同学他都已经满15岁了 但是他们不到18 那么一群人要去看电影 请问他们可以看哪一些级别的电影 那我们来看一看 这种情况之下他未满18岁 所以限制级的他们全部都不能看 那么辅导15级可不可以 未满15岁的不能看 但是他们都已经满15岁了 那可是他需要父母跟师长陪同 他和谁去 他和同学去 所以也不符合 这也不行看 辅导12 他说未满12岁不能看 12到18岁之间 要父母跟师长辅导观赏 可是他是跟同学去 所以他这个辅导时候也不能看 那保护级是未满6岁的儿童不能看 6岁以上未满12岁的儿童 需要父母跟师长或成年的亲友陪伴才能看 那他们都已经超过12了 所以保护级他们是可以看 那么普遍级是所有的人都可以看 所以在这里他们就只能看保护级和普遍级 这两个级别的这个电影 那么在这个动作脑题目里面 提供给我们是一种逻辑判断的练习 我们可以这样说题目里面的限制有两种 一个就是年龄 另外一个是需要父母或师长陪同 在这两种条件限制下我们很容易搞混 所以我们可以借这个机会做一下头脑体操 让自己的思维更加清晰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